大家好 我是粉蛇 今天带来一个 Samsung LED电视机的main board 这是个主板 那么呢 很多人都说 LED电视机换了 没有得做的 去更换吧 他说 主板坏了 主板坏了 其实呢 到底主板坏能不能修 这个很重要 对吗 其实呢 主板坏呢 我们要看到底 它坏在哪里 什么故障 的确有一些主板的延期件 如果损坏呢 真的不需要浪费时间去维修 那么呢 通常主板画的迹象就是 没有影像 有声音 或者不能都开机 我们可以看到电视前面只有 我们的 LED红灯的显示器 我们开启电音呢 是no power 的 那这可能也是主板坏 那么呢 拆开壳 然后 我们怎样确定是不是主板有问题呢 很简单 我们就是 测量主板的电压啊 主板的电压啊 通常主板电压呢 它的电压是很低的啊 有一些电压呢 它是from power supply 是12word 或者13word 来到主板之后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主板上有一些 power management section 电源管理部分 这就是电源管理部分 我们可以看到吗 啊 对的 意思说 主板如果坏 能够维修的 只有电源管理部分 如果是CPU 或者是一些processor坏呢 我们就不需要浪费时间 很耗时 而且呢 这些CPU都有程序 所以我们只focus在这一些所谓的电源部分 我们也可以称为dc to dc converter 那么我们怎样在主板上一眼就看得到 看得出到底哪一个部分是电源部分呢 很简单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inductor 看到吗 这个是我们的inductor 就是我们的电感器 电感器 然后电感器 附近呢 有一些fuly cap 这些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dc to dc converter 可能还有其他部分 这些也是一样的 看到吗 这也是dc to dc converter 那么到底它将多少W的DC 转换成多少W的DC呢 那么我们也要看图纸 如果没有图纸的话呢 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它大概多少W的 最主要是我们要知道输入多少W 从电源版输入的电压 比如说12W 那么输出呢 通常5W 3.3W 2.5W 或者1.25W 每一个输出端 我们怎样去测量它的电压呢 我们的test point 我们的main point 就是我们的inductor的这一些管角 我们的黑针放erting 红针呢 就放我们这些 我们就测量这些inductor的管角 每一个inductor的管角 如果正常的话呢 肯定有一些 直流电压输出 如果某一个管道没有呢 证明那一个部分呢 有问题 那么我们就focus那个问题 找出到底这个DC to DC 哪一个原器材损坏 那么通常呢 都是这些MOSFET MOSFET 这些驱动管 或者这8个管角的驱动管损坏的 如果找到它损坏呢 更换 基本上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OK 那么呢 希望这个视频 能够 为大家带来一些额外的知识 而且我相信这个视频呢 在YouTube上呢 是很少的 应该是很难找到的 那么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拜拜